据媒体报道,林志玲爸爸林凡男最近为林志玲发声 香港的小男生指陈冠希说话颠颠倒倒 每个跟他牵扯到的艺人好像都没有很好的事情 大陆女生力争上游,结果交错男朋友 陈冠希骂林志玲一事到现在基本已经水落石出了 我的新衣节目组也发文澄清 但陈冠希其输赔并没有就此罢手 甚至陈冠希的爸爸陈泽民也出面指责林志玲 不要装受伤羔羊 如今林志玲爸爸林凡男也发声力挺女儿 还对女儿宽松的态度表示欣赏 节目放着25岁的小女生不用 用40几岁的志玲表示应该不只看外表还看内在 据悉,秦舒培所说的录音曝光后 其经纪公司也在微博公开道歉 称自己找了林志玲当推托之词 才让她背黑锅,造成她受到无望之灾,深表歉意 但陈冠希仍在微博上发出替罪羊的照片 表达自己的不满之情 随着风浪过去,林凡男也表示 大家都知道她是无端卷入 还好现在也卷出去了 对于整个世界,林凡男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现在好像在做困兽之斗 接下来还要靠观众喜欢 这样弄得有点不好看 格局还要在训练 接下来